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太陽 我終於突破海選了 去年我有參加這個比賽 但是在出賽就海選就被刷掉了 今年站到這五個海上我終於知道 要通過海選不是只有一種方法的 所以大家有沒有人是第一次來到 我們群島藝術園區的群島有嗎 有龍哥這是你可以開發的觀眾 我是只在票房上面做開發 什麼龍哥我也可以開發 今天是你有你好好注意 還沒介紹評審在插嘴這評審真的很糟糕 真的 再次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這個卡米迪的 2022拖舞秋爭霸賽這個C組的場次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活動就辦了幾年了 都是由林巴卡好笑還有卡米迪喜劇集會部所主辦 那大家已經知道我是小太陽了 那快點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專業評審有哪些呢 首先第一個 台中來福好事也是全台第三大喜劇俱樂部的總監 只有三間他當第三大掌聲歡迎龍哥 嘿大家好晚安大家好 就這樣喔 就這樣不然你要怎麼樣 我今天精神狀態非常的好 他昨天知道接著工作他要去露營錄了兩天一夜 今天我們看他如果大家覺得台上的人不是那麼好笑 就看他會不會死在台下好了 這也是個觀察一下 今天誰把我叫醒誰就是第一名好不好 後面聽到了嗎 後面聽到嗎 好那第二位專業評審呢 刺剎在台灣的喜劇女性觀眾圈 不是不是 刺鎖許久 然後最近有他的專長 掌聲歡迎東趣得 大家好我是東趣得 哈囉很高興可以來這邊擔任評審 謝謝 好非常簡單那我們歡迎進入到今天的參賽演員 就是刚刚看到12个人 然后由于红阿花确诊 由阿伦做替代 在右上角就自己换脸吧 都短法应该也看不出来 好 进入比赛规则 第一个演员是来自南部的演员 他跟我说他是个说故事的姐姐 平常他会用到说故事 只有在两个时间点 第一就是骗小孩吃蔬菜的时候 第二就是让小孩子要睡着的时候 提起出场之前他一直提醒我 这个时间只有五分钟 人一下就过了 但是我可能五分钟也不用到 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的作业掌声来欢迎 今天的第一位演员 林冬 有开麦吗 下面 喂 有了 我的时间 好啦 我跟你们说 So sweet 人这么好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抽到第一棒 我好紧张 我刚才在后面 一直跟我的伙伴确认说 你看 我今天把高中的裤子都拿出来穿了 破成这样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包包 我还戴了这个帽子 很可爱对不对 最可爱的是他只有五十块 应该可以 观众第一眼就看出 我是怎么样的人吧 伙伴说可以 绝对可以 乞丐嘛 不是不是 我今天是环保人士 我是真的超环保的 像我随身啊 就是会携带像环保袋啊 然后还有像环保餐具 环保餐具也是一定要带的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水壶 水壶怎么可以忘记呢 像水壶啊 这是一定要带的 借我帮你下哈 哈哈哈哈 好 然后呢 可是我知道 要大家随身 携带这些环保餐具啊 是很难的 不然简单一点的好了 请问有没有人会丢垃圾收 做资源回收的 帮我举个手好不好 欸很棒 大家真的很棒 其实我们就是从简单的开始做起 这样就很好啦 我也会做资源回收啊 你知道我在滑Tinder的时候 如果找不到人 我就会去找前男友 资源回收嘛 可是你们知道吗 我上一次去跟他去台东热气球街 哦 那个等热气球上升之前 表演超无聊的 热气球都冲好了 我还要等嘉宾合照 可是嘉宾要合照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左边有一只全联福利熊走进来 保合里最大的赞助商 可是那只福利熊啊 表情用点哀怨 然后他头上是写着塑胶福利中心 欸 手上还拿着一个旗子写 请支援减速 哇哇哇 欸是环保团体 想要乱入抗议欸 这才是我要看的表演哦 哇我心里想说 好精彩好精彩 全联的人这个时候气疯了 所有的人像丧事一样冲上去 把那只福利熊扯下来 我第一次知道 你们人力很充足嘛 超多的超他妈多 你们知道那个画面是怎样吗 这边嘉宾故作镇定微笑等拍照 这里全联的人和福利熊 这样扯来拉去的 你们想不想知道 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想不想 我跟你们说 我也很想但我就是那只熊 我看不到啊 我看不到 但是你们知道吗 经过这一次跟全联的沟通之后 我昨天啊 在全联终于买到了 无数的小黄瓜哦 我们帮全联也帮我自己拍个手好不好 谢谢谢谢谢谢 等一下这里到底会堆多少东西呢 好啦 我跟你们说像我们这种 环保激进份子 我们会很想追求什么事情才是对地球最环保的 我上次在看Discovery 科学家说对地球最环保的事情就是不要生小孩 CP值超高的 如果我们一整年都做好资源回收 减少0.2吨碳排放 不开车减少2吨 你们猜不生小孩一年减少几吨 10吨 15 58吨 一年58吨 你们知道吗 所以卫福部跟环保署应该要一起拍一个广告 卫福部呢就要这样子 戴好保险套 轻松做环保 是不是很棒一举两得啊 而且你们知道吗 我听到这个资讯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受到了一个好大的安慰跟鼓励 因为我其实已经结婚12年了 我都生不出小孩 我当下我才知道 我不是不孕 我是从体质上就很环保 超环保 然后讲故事嘛 上次遇到一个妈妈刚生完第四胎 那个妈妈我就问她说 妈妈 第四胎是不小心的是不是 她说没有没有啦 没有啦 四胎都是不小心的 你姐小心一点 很不环保 我跟你们说 其实像我这一次上台啊 我们高雄伙伴超多的 而且我们高雄伙伴很团结 有个伙伴前几天去文武圣殿 帮我签 而且那个签上小小的 写满我们所有高雄演员的名字 多感动 隔天台北演员退赛 车祸确诊 我想我一定要做些什么吧 我开始看评审名单 有龙哥有德哥德哥 约炮帝王是不是 德哥德哥德哥 我今晚可以不回高雄 等一下 我环保体质不需要这种东西 不需要不需要 我知道你担心我结婚了对不对 你是不是担心这个 我跟你说 我上个月 离婚了 谢谢大家我是铃铛 掌声感谢铃铛带来的演出 我整段表演者听到 他的包包只要50块 我刚才在捆我应该啦 我们就要进入了 评审讲评的阶段了 那这一位当当的铃铛的演出 请 那请订阅 好随便的主持人喔 刚铃铛其实一开始他麦克风出现了 就是忘记开嘛这个 不过反应很好 而且铃铛的口词非常非常的清晰 就是他就算讲话速度很快 他其实每一分钟大概讲接近两百个字喔 是要检讨铃铛不是检讨我的主持 没有你 你的主持没什么好检讨的 就知道该怎么检讨我才会检讨 然后铃铛另外一个是 我觉得他演的那个转换也做得不错 就是唯一比较 就是他开太多战线了 就是在五分钟里面 其实我们尽量就是一个怕 让观众有一个逻辑就可以整个代入 他的魅力还是不错的啦 他的亲和力什么的还是很好的 那就是说 我个人觉得就是拿道具出来这件事情 在脱口秀是不一定需要的 就是如果有时候我会在想说 如果这个演员他在讲脱口秀的时候 拿了一些道具出来 或是他在讲脱口秀的时候 拿背了一个包包出来 会不会是他对于他自己的 文本或表演不够有自信 所以他需要用外力来做辅助 像我用长相这个就是 你不要插嘴 对 所以我个人其实是没有那么喜欢看到道具 在脱口秀这个表演里面 但是我个人啦 然后我也不喜欢谐音小话 对对对 这是我个人 我个人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你直接讲 你不喜欢小开我可以接受 对 我可以接受 直接讲就好了 直接讲就好了 这个其实OK 你超死20秒了啦 哈哈哈哈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这些建议的话 就等到明年铃铛再收拥一下 那 哎不是不是 哎我真的 还是你们两个讲 你是评审是不是啊 你现在就 你又不能打分数 shut up 那我可以讲笑话吧 也不要啊 不要浪费大家时间啊 我有在看手表 如果等下时间还有多 我准备一个大概20分钟的专场给大家 下面这位表演者呢 是因为红阿花确诊 因为他是我们C组这个场地的 优先顺位候选 然后他 很高兴能够成他这比赛 因为他们好像有成立一个YouTube频道 要做正常水电公司 本来只有一个人参赛 他也加入了这其中 目前正在大医院里面做钥匙 可是有点不正常 我们掌声欢迎下面这位表演者 阿伦 前面哪位表演者啊 到底哪里好笑 哪里好笑 哎 哪里好笑 哎大家好我是阿伦 哎 哎哲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个钥匙啊 我是钥匙 那平常也有在兼职做摄影 那我第一份打工啊 就是去足球联赛啊 当摄影师 那时候啊 组长就跟我说啊 你场内啊场外啊这种花絮 全部都要拍 我就拿那个大炮有没有 就很认真在拍 拍那个比赛结束之后 球员跟粉丝互动 哎结果他们回去了 我继续跟着拍继续跟着拍 他们进汽车旅馆了 我还在拍 我还在拍 然后后来回去整理照片的时候 我就想说 哎 奇怪 啊怎么有一张土星的照片 你知道土星的样子吗 就是外面有一圈那个环嘛 对不对 奇怪怎么有土星 啊后来把照片缩小 原来是女粉丝的乳云啊 哈哈哈 啊说到打工了 说到打工 我之前在药局打工的时候 就是会觉得说 民众对于那种医学知识 就很多错误认知 像是你们来 很多人来药局的时候 哎 我要治疗某 我要某症状的药 而不是治療某症狀的藥 听起来很难懂 那我举个例子 你们发烧的时候吃的药叫什么 退烧药嘛 为什么你们头痛的时候 会来药局说 我要买头痛药 你们需要的是止痛药好吗 你们需要的是止痛药 你们头已经够痛了 你们要头痛药干嘛 那就是有时候常会有民众来药局说 哎 药师我要拉肚子药 拉肚子药 你给他走进来的时候 踩两头大便从你裤子滚出来 你要拉肚子药干嘛 你要止泻药 那有一次啊 就有一个阿伯 他跟我说 哎 药师啊 我要老二硬的药 老二硬的药 啊 我知道了 然后我就开给他降血 让他把那个老二削下去 啊 我真是聪明的药师啊 那我在我们的医院的药局 就是门口有一个 就是那种神龙寺的画像 你知道神龙寺的样子吗 大概像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就这样 那大家知道神龙藏百草 就是很伟大 然后我有时候就很好奇 就在去翻了他的著作 神龙奔草经 哇 一翻 这不得了耶 我发现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 都可以当中药来吃 像我那时候 我看第一张药草类 当归人生 那第二张呢 动物 蜈蚣水智 哎 越来越奇怪 再第三张 人体 头发 胎盘 靠 这能吃吗 还有童子尿 哇 这不是神龙藏百草吗 怎么变神龙藏百科全书了 这神龙寺啊 就是个变态 他看到什么都想拿来吃 拿来吃 拿来吃 他就是个意识癖吧 一般人看到蜈蚣是怎样 有蜈蚣 神龙寺看到蜈蚣 就是 有蜈蚣啊 然后神龙寺啊 只要听到村庄有小孩 只要出生 他就很兴奋 出生啦 出生啦 然后我赶快冲进产房里面 就 胎盘在哪里 胎盘在哪里 然后找到胎盘 就把他烤得酥酥脆脆 当虾饼在吃 他在童子尿 那就更奇怪 古代啊 就常常都随便尿 怎么收集 当时啊 神龙寺是这样子 那边有个弟弟 弟弟啊 叔叔生病了 叔叔生病了 要不要为叔叔吃药啊 弟弟乖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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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多 舒服多 阿 阿 上等药材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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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啊 神龙寺啊 還是個神父啊 阿 謝謝大家 我是阿倫 阿倫 阿倫 阿倫可以把麥克風带下去啊 我剛剛也挺明顯的知道啊 為什麼神龙寺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試試看 神龙 寺 神龙寺 好 剛剛 啊 德哥 德哥剛剛聽到了諧音消化 不是我喔 諧音消化跟他拿物品 請他先講評 德哥先講評 人家講一個你就不需要再講另一個了好不好 因為太多了 但我覺得 阿倫雖然剛剛一開始就是一個諧音消化 但他馬上有做臨場反應就cue了我一下 我覺得那個 臨場反應還是蠻好的 所以我今天只要一講閒消 我就cue你 就過 你不行 這招你不能用 所以 其實阿倫整個反應跟討喜度 還有他的表演其實都是很不錯 這是我第一次看他表演 其實我蠻喜歡他的演出的 很有喜感 然後文本也還OK 但是有個 他講了那個 可惜的是他講那個藥 第一個藥什麼藥 第二個什麼藥 第三個沒有中 那個 老二硬的藥那一趴沒有中 比較可惜 他鋪墊了這麼久就沒中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下一位 龍哥有沒有想說的呢 阿倫這一段演出 我大概看了超過十次而已 因為他在那個 台中練open mind 幾乎都是練一樣的東西 就算去台北 我相信也是練一樣的東西 就是 比較可惜是稍嫌緊張啦 然後 他 前面一開始反應做得很好 可是可以從這邊 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緊張 可能也是突然就入選 他本來沒有期待到 他建議會來到這個舞台吧 然後 在他的文本的部分的話 是 我覺得他LPM 我大概都會有計算一下 LPM其實算高 只是因為演出緊張的部分 會讓 有些像剛剛 我覺得那個蠻可惜的那個笑話 他是沒有中 那個三連拍的那個部分 那個就是 我覺得大部分的問題 是出現在他的演出的部分 文本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他接續的部分 都算做得蠻好的 我能夠理解 所以我今天講笑話沒中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我緊張 好 我不要再把球做回自己身上了 前面兩個表演者都這麼的有趣 那我們第三位表演者一定是 龍哥都不說話了 你看 你把龍哥都弄到啞巴了 我還是不要亂接話了 我們把時間留給下一位表演者 下一位表演者 一樣是來自高雄 然後聽說他是一個正面演員 我們掌聲歡迎下一位表演者 迷路 不要懷疑 我是女生 我也愛女生 可是女生都不喜歡我 因為我長得像臭男生 你們男生也不喜歡我 因為我就長得像你們 所以結論是 沒有人喜歡臭男生 大家好 我是迷路 我是來高雄 來自高雄 那我的工作是一個空手道教練 那我今天從高雄來什麼都沒帶 德哥 我空手道 唉 唉 我難得來比賽一次 德哥忍耐一下 我一直覺得 比賽人色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我有優勢吧 畢竟這個圈子裡面T很少 結果上次就 這次來就跟阿花 我們中了人色我就很難過 那德哥那個 德哥隔壁那個龍哥 他比較溫暖 他是個溫暖的長輩 他跟我講說 他就安慰我 他說 迷路不要緊張 你們T不是有分類嗎 我說是 比如說比較陽剛的是鐵T 那比較陰柔的是娘T 那我是 胖T 沒事阿花是帥T 你是比較胖的T 放心比賽 謝謝德哥的安慰 當一個像男生的T 我不是那麼厲害 不夠帥 那如果我當女生呢 很多人會告訴我說 女生就要像個女生 我在想 也許他們是對的 否則我不會還是一個單身狗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來試試看 怎麼當個女生 但我在想 各位眾生不知道 受不受得了呢 我就決定最近挑戰了一個職業 叫做 王妹 可以吧 我有胸 有子宮 還有 酸麻味 聽說女生的一名呢 都要疊字比較會有名 像酸酸阿 瑞瑞阿 隆隆阿 所以我應該叫做 露露 聲音好像差一點 我不會女生的聲音耶 在現場有觀眾幫我調一下 人家是女生 再高一點喔 人家是女生 還差一點味道 人家是女生 可以了喔 王美的工作是什麼呢 拍照 打卡 參加活動嗎 可是我跟王美不一樣 他們去錄美食節目 我去中原普渡 他們去阿妹905月天 我去媽祖月老 關老爺 我超喜歡媽祖禁箱啊 大家都知道禁箱吧 就是大雄喜歡的那個女生 對 鹹梗 我上次呢 媽祖到高雄來 我就跟媽祖拍了一張王美牙齒痛 馬上全台大地震 我是神明認證的正妹 後來呢我想想看 我一定要衝到第一排拍照才對 我就衝過去 哇 第一排真的好壯觀 鞭炮這樣打出去 好美啊 我眼淚都掉下來了 鞭炮全部炸在我腳上 好痛啊 我是女生 好痛啊 好痛 但是我想這次媽祖給我的禮物 禮物 禮物 多麼痛的禮物 媽祖給我的禮物是 身為一個王美呢 最高經濟就要是當一個眾人的女神 女神的工作室 教育眾生 叫補助眾人 那麼我今天要教育的對象是誰呢 應該是個全世界最喜歡約炮的人 德哥 德哥不要緊張 德哥有沒有女朋友 有 大家見證一下 德哥答應我件事情 有女朋友千萬不要劈腿 如果你劈腿 每次跟女生手感的時候就想到我的臉 可以嗎 好 我們來幫助德哥 記住今天的晚上 來個 我們個口號 迷露雙馬尾 男生會陽尾 大家起來 我說 迷露你說雙馬尾 迷露 男生 會陽尾 再一次 迷露 東區德 你們很棒 我是迷露 謝謝大家 謝謝迷露 謝謝迷露 我現在才發現 男生跟女生的差別只在於聲音 不是 不是這樣子嗎 真的 好討厭喔 我做懷疑的這種段子 如果今天評審不是通區德的話 該怎麼辦 阿德還在緩 回復情緒 龍哥先說好了 那你喘了 雖然他是 總監 但他跟社交其實差了十來歲有吧 長輩 長輩 長輩什麼啦 好啦 我覺得 我這次看迷露我滿開心的 就是他真的進步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 我一開始 他還沒有講到後面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的筆跡就寫了 人家是女生 因為我在猜他有可能會 用這個東西一直鋪墊往下走 結果他真的這樣做 做的真的非常的好 我覺得這個真的 就是等於這五分鐘 你怕忘記他是女生對不對 我要跟08還有Comedy道歉 我不該推薦這個人當主持人 就是這個部分就等於就是 剛好我們就回跳到剛剛一開始鈴鐺那個部分 就是他用他這個五分鐘 都在幾乎講同一件事情 觀眾就一直都在那個上面 所以只要一Cue到那個點 最後那個點我不想看 就是 只要一Cue到那個點 觀眾幾乎都是有反應 這個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他分數不會太低 好 謝謝 好 那謝謝長輩 楊瑋爾 德哥 好 我覺得迷露的表演 整段表演很放開來一點 所以我覺得放得很開 我覺得其實滿不錯的 在很短的時間內 他就讓大家 觀眾感受到他的魅力 或他的特色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棒的一點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開始上台 就要先嘆一口氣 那個滿奇怪的 就是提醒其他演員不要上台 就先自己先好像降了能量 降了自己的士氣一樣 絕對別幹這種事情 然後 那其他就是 那個 所以文本的方面比較可惜 OK 實在太多了 好 今天更正真的是 已經不是寫音之夜了 已經不是剛剛一列 都需要爭霸賽了 不要自己亂下主題 不要 好 那謝謝大家 下一位表演者呢 剛剛我有注意到 後台人都在緊張的時候 他在那邊打call 然後在那邊 不知道要幹什麼 我就聞到一股臭味 我就快跑掉了 我們早上歡迎這位 來自南部的展覽 夏水彼得 剛剛看完迷露的表演 我想先重新匯集一下大家的查克啦 等一下 我會喊日文 你們喊台語就好 我會喊一、二 你們喊三、四 準備好喔 一、二 三、四 真、一、二 我其實有一點點宅啦 我喝水的時候嗆到 都會喊 水之呼吸 我其實有一點點中二啦 國中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自己有超能力 不然怎麼會再特教班 前陣子 我去看醫生 醫生問我是不是常常忍耐 憋尿 我的尿道都發炎了 我說 這就是我的忍道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動畫 叫做間諜加加酒給我個掌聲 安妮亞大好き 我超級喜歡安妮亞的 我喜歡到 我跑去酒店問媽媽說 媽媽桑說 這邊有沒有像安妮亞的 來的永遠是東南亞的 其實 我小的時候同學都是一些七頭一納 那時候的我很怕被霸凌 我只好試著融入他們 混在他們之中 哼 那時候的我 是間諜八加九 我 我想問大家一件事情 我看起來真的很窄嗎 很窄 可惡 也不是我的問題吧 欸我的衣服 都是我媽幫我挑的欸 關於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在做自己 我爸覺得我在作見自己 前陣子 他把我書桌上的錯音丟掉 我就跑去把神桌上的觀音丟掉 還有一次我在打電動 我爸故意把我的插頭 還有把我的牌位打爛 我去拿起阿公的牌位打爛 後來我就被趕出家門 我就跑去動漫展流浪 各位有去過動漫展嗎 有 動漫展 不過很多人在圍拍coser 有些圍拍coser的人 是攝影師 有些只是耳男而已 我教大家怎麼分辨 如果今天看到有人拿手機在拍 那絕對只是耳男而已 但今天如果看到有人 單眼相機在拍的話 哇 那是比較有錢的耳男 但今天 今天 如果看到有人拿針孔相機在拍的話 那是我 我 所以我覺得 女生真的好好保護自己 不然我會來保護你 其實 其實我非常嚴重的網路成績 甚至啊 我覺得如果 原宇宙真的存在的話 我 就是原住民 前陣子 我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還被gay糾正了 他說 憑你們宅男也想稱霸原宇宙 那是0和1的世界 你們宅男 你們宅男不是會玩switch嗎 我們0和1也會玩一下switch啊 還有一次我在跟第三星聊天的時候 他問我說 像我這樣的宅男 不會無法同理他們的感受嗎 我說女人啊 變性這種事情 我在風之谷做過六次了 如果原宇宙的存在啊 你還要叫我姓姊姊啊 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那就是 我覺得我們宅男宅歸宅 但我們跟耳男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好嗎 耳男會一直要你的名字 我們宅男只會一直看你的名字 耳男整天想要上模特兒 我們只想要上模型 我們喜歡塑膠做的模型 耳男喜歡塑膠做的模特兒 而且耳男啊 耳男會想要女生穿的色色的 我們宅男 會把色色的女生啊 穿在身上啊 大家給我給耳朵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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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剛剛打的 已經不是Call了 是Callback 德哥 這個不是道具 是我們的信仰啊 謝謝大家 我是夏水平的 謝謝 真的不可以講邪音嗎 我還可以來得及報名嗎 真的不是嗎 他剛剛在那邊說 牙太強 我想問哪裡來的老虎 都為什麼要牙起來 憑審不用吐槽 我沒關係 不用吐槽 大家如果覺得我的笑不好笑 分數不要包覆在剛剛那邊這樣 我聽到我感到抱歉 我建議你們在參賽者講完就先評分 不然我出來之後我怕拖累那些人 我這樣一直被 一直覺得自己有作用的感欸 我到底該不該講話 該不該講話 好 我們請德哥先講評 好 呃 那個 夏水平的我也是第一次看 我覺得那個宅男的人事還是很有趣啦 因為我自己內心也是蠻宅的 所以還是有很多地方有共鳴啦 我覺得很有趣 那 文本的方面雖然諧音笑話也很多 但 雙關語 有趣的雙關語也不少 雙關語我個人是OK的 就是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雙標宅 喔 雙關語 不一樣 這兩個是不一樣 因為我知道你沒唸書 你不懂這兩者的差別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但諧音笑話跟雙關語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是 是 捲食有沒有比較有知識 對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下水彼得的表演還是讓人蠻享受的 整體來說蠻享受的 整體來說蠻享受的 好 龍哥享受嗎 我這個是 沒有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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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我也是第一次看下水彼得 我覺得那個宅男人事真的做得很成功 就是很顯然 就是一開始就 我看 有回頭大概觀察一下 大概接近一半的觀眾有接到他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 他在演出的部分的話就是 他幾乎都會在他覺得應該要是笑點的地方 大概停頓半拍 這個做得很好 就是 就是 他會用這種方式去暗示觀眾說 我這個地方是笑點 可是如果觀眾真的是上車的時候 他會在這個地方有反應 不管是大笑或是小笑 這樣 那他的雙關羽的確真的蠻多 用那個雙關羽湊LPM其實真的蠻高的 這樣 語氣轉換 就是 從宅耳 或是女生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也做得蠻好的 大概是這樣 OK 其實看著他那個宅男表 我最近有在主模 請注意聽得也心有其極的 蠻開心的 好 下面這個表演者 他在旁邊已經緊張了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會克制我自己的 你知道下一個表演者為什麼緊張嗎 我剛剛接的地方是多餘的 對 我想拉近跟那個下一個比的認同感 好啦 下面這個表演者是講話偏邏輯型 他出場這邊一直提醒我要講 1加1會是等於2的喔 掌聲歡迎下面這個表演者 來人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 沒有 我沒有那樣提醒 大家不要誤會 沒有那樣提醒 我前幾天跟一個長輩聊天 他就在講說 在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下 有權有勢的人 不只掌握了大部分的財富 也掌握了大部分的 我說話語權嗎 他說你先不要講話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蘭恩 那我8年前呢 學士畢業 6年前呢 碩士畢業 今年呢 不得了各位 股市畢業 上個月虛擬貨幣畢業 我都不曉得 任醫生可以畢業這麼多次你知道 就以前畢業長輩看到我 會說不錯 你的人生大有可為啊 今年畢業長輩看到我說 沒事啦 你的人生還大有可為啊 啊你先從屋頂上下來 真的是賠了人才 所以我今年人生第一次去拜了的財神爺 不過我一邊在拜的時候 我就一邊在想 就是我們拜拜的這些神明啊 有沒有可能其實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 就停留在他當初過世的那個時間點 需要再講什麼 停留在他當初過世的那個時間點 那像是比如說 比如說月老 月老其實是唐朝的人 各位 他對世界的認知很可能就停在唐朝 然後一堆女生就跟月老說 人家想要找真名天子 又來一開始想說 哇塞 天子不好當耶 這麼多人要找唐太宗啊 或是像我拜的財神爺 各位 財神爺是三千多年前的人 三千多年前 像我跟財神爺說 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 跌到快變幣子了 財神爺在想說 蛤 什麼是紙 然後我去跟財神爺求個發財 就說好啦 給你兩個貝殼 就我覺得這些神明 他已經老到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我們應該要找一些近代 適合的人 要來輪替一下 像 假設哪一天 張忠謀過世了 假設一下 像這個 新任的財神爺 我們的財神廟就24小時運轉 廟公輪班救台灣 只是你拿香要拜拜的時候 很容易不小心燙到手 因為香的長度只有5奈米 然後最後你要還原的時候 要還多少錢 是用夜市的那個套圈圈來做決定的 喔 幹 我套在650 好啦 不要一直聊我賠錢的事情 這邊的入口就是一間酒吧 就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酒吧 為什麼要叫酒吧 就是你就是賣酒的嘛 你為什麼要加個吧 就如果你真的很想要放個壯聲詞的話 你也應該要放個肯定的嘛 像是什麼 酒啊 酒 對吧 加個吧的這種邏輯 就很像你去吃牛排 你問店員說 欸那個蜘蛛區有什麼 他說欸我不知道 沙拉吧 德哥這不是諧音是雙關喔 今天是聖誕節嗎 今天是聖誕節嗎 老實說很多節日我都搞不懂 為什麼要慶祝 像比如說聖誕節 聖誕節是一個猶太人出生 端午節端午節是一個中國人死掉 這到底有什麼好慶祝的 雖然中國人死掉的部分 可能是蠻值得慶祝的 反過來說 沒有人特別喜歡光棍節 但它其實才是最合邏輯的一個節日 有沒有 就是你單身 你待在家裡 你上網買東西 你變得更窮所以你繼續單身 它是一個完美的循環 反觀聖誕節 一個猶太人出生 然後一堆人跑去新北耶誕城 這在幹嘛 新北是什麼反納粹大本營嗎 有些人可能會說 聖誕節是基督教的大節日 我們台灣是一個很有包容性的地方 所以一起慶祝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沒有人慶祝阿拉生日 我們應該在阿拉生日 人間抵制紅燒肉 多娶兩個老婆 然後出門前在腰上綁炸彈 對吧 聖誕節還有交換禮物 阿拉生日我們也可以交換人質啊 好 兩個都很容易踩到地雷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大家會喜歡聖誕節 就只是女生想逛街 男生想做愛而已 就這麼簡單 不信你問德哥 不然政府試試看規定 大家在聖誕節不准做愛 不然蔡英文被釘上十字架 我跟你講 謝謝大家講到這裡 掰掰 哇哇哇真的真的 但我其實覺得 我自有感受啊 酒吧 我真的我怎麼不知道講 酒吧其實同時那個鞋 上升跟下降會同時出現在我跟我老婆 打泡的時候 我很酒吧 酒吧 好那 剛剛這個雙關羽的不成立 龍哥請講評 請講 不是講評我 講評剛剛的 你是不是真的想害他 我覺得就是 東區德已經不只是評審 他根本就道具 每一拍都有他耶 大家都專門為了東區德寫段子耶 太厲害了吧 不過蘭恩是 就是從目前為止到現在 就是 他是完全是另外一個方式 他 基本上他就用文本準備要打全場 然後他的文字真的非常的工整 就是目前為止看下來 他的文本是最工整的 就是幾乎兩句三句就一個Punch 然後再追 然後再轉一個再追 幾乎都是這種邏輯 然後反邏輯上官的東西 超級超級多 我已經寫到 不知道在 我本來都會寫一下 他笑話我印象最深刻是什麼 我寫 我本來要寫的 第三個我就放棄了 好吧 我繼續往下聽 因為可能我一直改 就是他 基本上他的笑話的 那個邏輯的轉折 一直讓我覺得 欸 不錯 有趣 然後一直到那個沙拉包 就欸 還有啊 反正在一開始的時候 有講到專業評審 有三個可以切入的點嗎 文本其實是今天第一次被提出來的 那德哥有什麼想法嗎 對 蘭恩的文本 在我心目中就是滿分 就是滿分 這非常寫得非常好 底下這麼多蘭恩啊 那根本啊 對 他剛剛有一段 我忘記講什麼 他有一段 他就是用了一個混合的技巧 他把同一個情境套用在另一個情境 我很喜歡那種手法這樣子 那 他其他的 當然他演出 表演能力 反應能力 然後他個人魅力特色都沒有話說 因為他的 他的段子的內容跟其他 前面其他參賽者是很不一樣的 就是他比較獨特的特色 所以 看他後面已經變成看表演了 已經不是比賽了 很享受 很好 他有說到邏輯型效果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下面這個表演者 也是帶來不同樣的 不同的感受 他是三關不正 五關也不正 那我們掌聲歡迎三瓶阿賢 AKA 殘影狂龍 觀眾大家好 進段子 前陣子 我跟我 我朋友跑來跟我說 他半夜都睡不著 他半夜的時候都會被鬼壓床 我說我不信 怎麼可能會被鬼壓床 這太扯了 於是當天 晚上 我一個人在他房間睡覺 空氣一片寂靜 正當我熟睡的時候 突然間 手腳僵硬 動彈不得 想叫也叫不出來 我心想他來了 當笑 他終於來了 我假如這個段子 我假如不反抗的話 我這個段子會講不下去 於是 於是我下意識的 擴躍器用力 雙手一刃 我抓到他了 我真的抓到他了 小時候玩鬼抓人 長大終於抓到了 我撐身追擊一個轉身 把他壓在床上拚命的幹 我一心就想幹死他 而且我還很換 我還不戴套 想要讓他變成單親媽媽 我抓著他的頭 靠在牆上 邊幹邊撞牆 他被我幹到鬼打牆 追牌我幹 時間有限 他 他哭著說 你救命啊 你不要亂搞鬼了 人家真的在當啊 當天晚上 我覺得我很色 真的很色 我不是才癮狂龍 我是變色龍 那天 翻雲覆雨 鬼哭狼嚎 我發現我想喜歡上他了 於是我跟他告白 他說 哼 男人的嘴 騙人的鬼 鬼才相信 於是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跟鬼 真的變成soul man 靈魂伴侶 欸 情人街我還為了討他歡心 還送他999多紫蓮花 還有粉紅色的 我發現我是不是鬼迷心翹了 這裡的翹是指我的老二 我先抽根菸 有一次我跟他在床上陰陽交合的時候 他說狂龍 狂龍可以講一些歌 TALK給我聽嗎 我說好 小寶貝 我幹死你 我把你從鬼門開幹到鬼門關 開開關關 讓你回不去變孤魂野鬼 最後再買杯料老大請你喝 夠黃夠髒嘛 他說還不夠還不夠再多一點 於是我就在他耳朵輕輕的說 南無阿彌陀佛 這也太髒了吧 也太壞了吧 我會被你超度啊 不要再念了 南無阿彌陀佛 念完佛經我就射精 聖能摩世他們 空氣中玉璃清煙 他被我幹到去輪迴了 這算是性愛超度吧 基因的 基基真的硬硬的 算是功德圓滿做件好事 這邊只差沒有拍成第六感生死戀 但現在聽起來比較像西說台灣 我的鬼話連篇也差不多結束了 我是三名阿賢 殘飲狂榮 如果你覺得我怪的話 那就是我的壞 我喊殘飲你們喊狂榮好嗎 殘飲 殘飲 我會擁抱焦慮享受台 謝謝大家 阿賢 門在那邊 你以為這麼high的演出 我就想不到閒笑話嗎 我都在想那個對 那個他的另一半要是摸他蛋蛋的 我是搗蛋鬼 欸 主持真的很累 在底下聽的觀眾一定 評審應該更累 龍哥請 不是憑我 憑他 謝謝 人家就講得好好 人家衝阿小 我先講這個阿賢這段子 我看第二次還是第三次 就是我每一次都會覺得說 如果我把這個段子拿給別人講 我想不行 只有阿賢可以講欸 哇真的好猛 好誇張 就是從頭到尾 我本來一直在預設說 如果說在一個 比較正式比較大型的舞台 就這麼 神經病嗎 鏘的人格 到底會不會馬上就可以讓觀眾上車 結果他做到 他真的做得很好 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謝謝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些神經病 給大家心裡神經病一點掌聲 真的 我滿神經病的 德哥也是吧 我第一次看蔡英狂龍 他真的人如其名欸 他真的好狂喔 我被他打敗 他真的好強 就是 煞氣的阿德不要隨便放棄啊 他什麼時候辦專場我會去看 我會去看 他就是強到這個程度 我會看他專場 我現在就買票好不好 所以沒什麼好講的 魅力 特色 演出 反應 文本都很好 沒有什麼好講的 都很棒 謝謝蔡英狂龍 謝謝蔡英的狂龍的粉絲 德哥